哈喽大家好 我老刘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关于这本书里面的一些东西 对 陈氏他一篇图书 我们聊什么呢 其实也是因为这两天有朋友问到我一个问题 他提到说 他手里有这本书 但是呢 他有点迷茫 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入手去看这本书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聊这个话题我感觉有一点可笑吧 因为怎么样去看 怎么样入手去看 拿在手里看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其实无论是前面的一些理论知识 还是后面的一些动作里面的一些内容 我感觉你如果真的想要去看懂 去研究它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你一定要把小架权的一层架先练懂 把架子学完之后 你再去翻这本书就有可能渐渐能看得懂 因为我们不提前面这什么八卦图啊 什么血涡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刨开这些东西之外 就谈后面的这些关于动作里面的这些内容的话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 不能说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百它就是小阿权的一些东西啊 你如果不练小阿权的话 你真的很难看得懂 可能会有朋友认为说 哎 这本书我拿回去 我研究一天两天 然后再套上我学过的老价一路 或者说是新价套路 我肯定能研究懂 我只要下功夫就怎么怎么样 不需要学小架 其实我感觉哈 这种想法对于我来说 最起码对于我来说是不可取的 因为我特别笨 特别愚蠢啊 我只能说是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来 先练什么 再练什么这个样子来 所以说如果是我在没有学小阿权的情况下 要把这些东西套到其他圈中里面去 我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因为我之前练大架圈的时候 研究这本书 研究了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一年多一点 不到两年的时间 其实当时真的啥都研究不出来 我当时不说前面的什么太极图无极图 什么蝉丝镜那些东西看不懂 包括后面的动作里面的内容 我都套不到我圈里面去 跟大家打一个比方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 在学阿权里面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练大架的时候就一直搞梅梅梅 说什么呢 就是在说第一个蓝叉翼的时候 他提到说 以两足轮 右足在前是主 是兵中之主 左足在后是兵 是主中之兵 以右足是左足 留守不动 故意 右脚虚左脚实 视为前虚后实 这句话翻在学阿权里面 它非常容易解释 就是内进跟重心的关系 包括我们学阿权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 叫做助阴不助阳 所以说拿到学阿权里面就是说 前脚是虚的 它是支撑腿 后脚是实的 它是能量腿 它就是这么一个解释 但是练大架拳的时候 我不光不知道这些东西 而且它里面的一些内容 包括一些用力方法 具体的哪个部位的操作方法 我啥啥都不知道 当时我练大架拳的时候 也就只学了一个架子而已 也可能是我当时学大架拳很笨 师父不愿意教我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练大架拳 是完完全全看不懂这些东西的 不光看不懂这些东西 我当时还以为前面画的那个三彩图 大家知道 就这个东西 我当时以为它就是画着玩的 它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天是纯阳 地是纯阴 人是半阴半阳 完了之后要告诉我们这个理论 之后完了就完了 当时我练大架拳的时候 是完完全全没有想过 想都没有想过 这些东西是可以套到我们身法里面去的 是可以套到我们拳里面 每一个动作里面 具体到某一个部位 怎么要去操作的 当然了 我这个三彩图 我在我频道里面具体解释过 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我如果说不说的话 大家有几个人 就是说有谁可以想得到这个东西 是可以套到身法里面去的 当然了 这个东西是我练了小一弦之后 师傅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的 这些东西 三彩图这个东西 以及后面有一句话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在意 他提到说有一句话叫做 出圣入圣是真诀 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 看不看见过这句话 我跟大家读一下这一段 出圣入圣是真诀 缠丝尽要得身装放正 不可摇曳 足踏稳当开圆 硬气柔下 一样不缺元气不脱 若和夫及 什么意思呢 我当时没有练小二弦之前 我的理解就是 战装的时候一定要想着肾 就是两个腰里面的那个肾脏盲 对不对 肾出圣入圣是真诀 又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单单纯纯的从字面去理解这些东西 出圣入圣是真诀 就感觉我气要入圣 跑到圣里面去 然后再出来 气要气变全身 又怎么怎么样 很傻 很愚蠢 我感觉那种想法真的是 就我 我说我 真的是很愚蠢 当时的想法 练了小二弦之后 师父跟我们讲了 这个出圣入圣是真诀 他也一开始 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拿到圈里面 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具体实现 他也是一开始跟我们讲 肾在我们身体里面的重要地位 然后又提到了 太极拳分阴阳 太极拳里面的那个阴 其实说白了就是入圣 太极拳里面的那个阳 说白了就是出圣 然后他又提到了具体实现到 我们圈里面来怎么样去操作 说白了就是我们 松下去的那股静 就是阴 就是入圣 我们发出去的那个静 就是阳 就是出圣 就这么一个东西 当时师父跟我们讲完 这些东西之后 我都有点 恍人大悟的一种感觉 原来是这么个东西 其实你如果真的想问我 老刘你刚刚说什么 松下去的那股静是入圣 发出去的那股静是出圣 到底什么意思 其实你如果真的想知道 想了解这个东西的话 练了小阿弦之后 小阿弦里面有一个理论 叫做一气贯通 你明白什么是松下去的那一气贯通 什么是发出去的那一气贯通 之后结合在一起 出圣入圣是真觉 你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 包括这本书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 命迈者甚矣 中气之所由来矣 动则出静则入 有定而无定 言不实便意识 古音也二气 变意亦无定 就这么回事 就是阴阳开和动静续发 就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这本书里面 它描写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详细 具体到某一个部位要怎么样去操作 包括你身体里面的那股 残似劲要怎么样去体现 其实说的都非常详细 在我印象里面 它提到次数比较多的一个东西 就是关于当的问题 它提到很多次 跟大家找一下 比如说在第一个金刚导队 它就提到说 两大腿根要开 当开不在大小 即一丝之微 即算得开 盖心意意开 当即开矣 不会开当者 腿虽差三尺宽 不开仍然不开 是在学者细心参知 包括到最后了 他说下不跨虎的时候 我记得是 他又提到了这个当的问题 饭臀的问题 跟大家看一下 他说是 当劲腰劲 积皆下好 而鼻骨犯不起来 不为前当合不住 即上体一接扣合不住 上下扣合不住进 则足底无理 而外物皆能催倒我 以及他后面提到说 两鼻骨臀肉向上泛起 不泛起则前当合不住 软肋下为腰 腰劲撒不下 则细语足无力 鼻骨环跳里边 骨向里合 不合则两大腿狮子散 此腰与臀 环跳里边骨 三处始 还有一个段落 他说是 卵两边大骨根撑开 此处撑开一寸 则两细自开一尺 然所开处要须 不可犯时 一射于时 则转动不灵 然开处 两腿根皆是合进 鼻骨泛起 小腹向前合 则当自开矣 善开当者 当开一线意味之开 以其须而圆 两边相合 中间宽大 不善开当者 当如人字 割刹上窄下宽 不须不圆 虽亦向开 不得为之开矣 此当中是 两大腿前合后 开内和外 开两两相对 相互相应 此大腿是 我刚刚读了这些东西 里面包括了一些 什么内容呢 一是开当 饭臀 合当 以及圆当 包括对当的一个 最明显的要求 就是这句话叫做 然所开处 要须 不可犯时 一射于时 则转动不灵 前两天 我在视频里面 跟大家提到过一句话 大家还记不记得 叫做 上虚下时 上虚而要时 要不时则没力 下时而当虚 当不虚则不灵 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 所开出要虚 就是我们的当要虚 不可犯时 一射于时 则转动不灵 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能明白吗 其实这里面说的东西 不管是哪个动作 他讲解的都非常详细 但是这个东西 你如果要理解的话 就肯定要建立在 你把小亚全 跟一个明白的老师 学完之后 你再来看这本书 你才会恍人大悟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跟我们小亚全 是完完全全可以 对照的上的 是这么回事 提到当这个问题 跟饭臀这个问题来说 我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说 是不是还会有朋友以为 这一整套拳练下来 我们正确的练法 应该是 有地方连囤 就是该连囤的地方连囤 该饭臀的地方饭臀 就是说 连囤跟饭臀 这一套伸法里面 应该都会有 会不会有朋友 是这个样子的思想 但是这种想法 最起码在小亚全里面 是不行的 小亚全他要求 每一个动作 都要守住伸法 也就是饭臀开当 每一个动作 都要守住这个伸法 在这个伸法的前提下 去练拳 不能有什么连囤的情况出现 如果你连囤的话 之前跟大家聊过 你连囤就要把你的丹田兜住 这个时候 就会违背了小亚全的伸法 就是要成丹田 翘为旅 其实说实话 我在没有练小亚全之前 没有知道这么详细的东西之前 我对于连囤也好 还是饭囤也好 还有圈里面什么开呀 河呀 蝉丝印呀 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理解 也不懂为什么 怎么做 什么都不知道 只知道在表面上去理解 或者说是去看一些文章 这篇文章写的是连囤 写的好像很有道理 去练一段时间 然后那篇文章写的是饭囤 感觉好有道理 然后再去练一段时间 练着练着 身法一直都不定型 而且非常的浪费时间 而且也不出功夫 就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认为 你一开始一定要先把身法定型之后 固定下来再去下功夫 这个样子才会出功夫 你如果说练什么东西 都是模棱两可的话 连囤也行 饭囤也行 连囤也行 饭囤也行 这个样子 很难出功夫 我只能说这个样子说 对于我来说是很难出功夫 所以说 你怎么样才能把这本书看懂呢 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说法 就是说你能看懂前面的一些理论的话 你也可以从前面开始入手 你学完小孩全之后像我一样 我学完小孩全之后 看后面的一些动作里面的一些内容 我感觉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所以说我从后面开始看 然后慢慢慢慢返回去 去看前面的一些关于台积图啊 什么一些理论的一些东西 也间间能明白前面在说什么 后面他在说什么 当然了也有很多我不明白的地方 我明白的地方呢 都已经拍成视频 放在我频道里面了 大家有兴趣啊 可以去我频道里面翻一下 好吧 如果说你真的想去研究这本书的话 我还是真心的希望你最起码要去 先了解一下小孩全这个东西 之后反过来去看这本书 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提高 我这么感觉的 好吧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如果说大家对我今天聊的这些东西 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去告诉我 好吧 如果说这期视频对你稍微的有一点帮助的话 你在临走之前可以考虑给老刘点一个赞再走 好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今天就这样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谢谢大家